SDTL 能量方塊突弱,健康從細胞開始,願你一同關注頭皮及肌膚問題。 我的事務所,主持劉遠芬。 好,我們開始了。這半個小時,剛剛送走我的好拍檔。 這位物理治療師之後,直播室接進來是另外兩位嘉賓。 一位是我的好拍檔,SDTL的老闆娘。 或者我們叫做執行董事。 這位是Juliana,也可以叫她做謝小姐。 Hello,Juliana,你好。 你好,劉雨芬。 一年第三個星期嗎? 我們請來一位用家。 因為有很多時候,你說叫我趕著,聊完就走了。 下個星期就不要來了。 太急了。 我覺得我們節目也好,或者做人也好, 其實我們都是漫漫長路。 如果有什麼可以帶給不同的人, 你聽了之後,可能有用呢? 我們都可以盡量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 當然,為什麼我會跟Juliana拍檔呢?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作為他用家幾年前, 他介紹了這些朋友介紹, 是人爭的。 很多時候有些偶然介紹了我認識, 甚至我用他們的叫做多芬方塊。 他們的真名叫做能量方塊。 不過我覺得多芬方塊很好。 為什麼呢? 裏面整個檢都是橄欖的多芬。 橄欖多芬用來做什麼呢? 橄欖多芬是讓橄欖樹有一個保護屏障, 免受陽光的紫外線侵害的。 因為人可以塗防曬,植物是不可以的。 尤其是橄欖樹, 在這麼充沛陽光的地中海的地方, 沒有這麼強的抗氧化物質, 一早就死了。 為什麼呢? 相對來說, 因為在這麼極端的天氣下, 植物是生長得這麼好, 其實他們的營養成份也好, 甚至抗氧化的成份也好, 都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那次, 我記得是兩星期前還是上星期, 我都不記得了, 我自己也有自家的小小的農場仔。 最近農夫跟我說, 哇, 那些葉子都焦了。 那我就馬上看人家說, 他應該不夠橄欖多粉, 所以他是掛柴的。 我們給他其他多粉。 因為現在的天氣很極緩, 很嚴重, 葉子真的都弄了。 我覺得現在香港像熱大地區, 每天都下雨, 還有沙漏泥皮膚是痛的。 所以我就說, 其實, 究竟這些橄欖多粉, 我們知道他這麼好。 我們經常都聽到, 大自然有很多好好的東西, 尤其是那個地方有什麼病, 那個環境一定有些東西, 針對這些病去幫他們守住。 這就是大自然的一個定律來的。 當然, 剛剛聽到你說, 有關多粉, 其實豬是抗氧化的。 而這兩個星期, 我請來一位用家, 記得我的聽眾, 這位就是黃耳鳴。 黃耳鳴, 黃耳鳴你好, 多謝你。 這兩個星期, 我認識了一個病, 對黃耳鳴來說, 都是長期困擾的。 由2000年開始, 就確診了紅板囊瘡。 我知道紅板囊瘡對你的關節、 皮膚, 會有很大的傷害。 是嗎? 這20年裡面, 你說的變化也是很多的。 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就是慢慢地, 會陸續浮現。 這幾個月, 又重新發生。 是嗎? 其實紅板囊瘡是否平靜了一段很長時間? 都平靜了一段三、四年了。 即是他會時不時發作? 由2000年, 即是他幾年又發作一次, 幾年又發作一次。 由開始確診, 到現在是第二次發作的。 是呀是呀, 但是, 我就不可以說一次過不吃那些類固醇, 要慢慢減的。 是呀, 醫生說我一直都可以減的。 減一減一減一, 突然間發作, 醫生都解釋不了。 現在你會用藥, 是嗎? 吃多了很多類固醇的份量。 是呀, 加了類固醇的份量。 另一方面, 為什麼我們會請王耳明? 主要是因為在三年前開始, 他聽到我們的節目, 對自己的身體, 聽到我們這樣說, 對我們有些信心。 是呀。 我們介紹的, 可能也是好, 是嗎? 要不好, 就拆他的招牌。 是呀, 新科技, 當然要試一下。 要不可以拆, 留完招牌, 為什麼會這樣拆? 我聽到他說, 不經不覺, 他都用了三年。 好像我也差不多, 但是長理一點, 因為我早個月, 你認識他。 是呀。 我自己都用到現在, 都在用他的方法, 來洗臉, 或者當我遇到濕疹發作, 我就用來洗臉。 不過我聽到上星期, Jerina, 王耳明所說, 幾個月前, 他開始發作。 當然, 人們會問, 他在用多分方法, 為什麼都發作? 在這個概念上, 一定要了解多一點, 對嗎? 是, 我也是聽到這個情況, 其實, 因為這是長期病患, 而且是免疫系統的病患, 是真的可以, 好像劉彥芬說, 他要陪著我, 我怎樣去令到共存, 讓他又不要搞到我, 是呀。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 要配合很多東西, 第一就是, 個人的心情, 要平和一點, 壓力是個個都有的, 但是壓力有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找些方法去書解口, 有時候, 黃小姐會聽電台, 但是不要聽太久, 要不然睡不著, 就會, 而且她說, 不可以聽太激烈了, 是呀, 另外, 吃那方面, 我有點提議, 因為體質比較敏感, 是呀, 會, 一般人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外面的食物是帶酸性的, 我會提議, 就是多吃一些鹼性的食物, 什麼叫鹼性的? 鹼性的食物, 現在很多人都說, 超級氧化的食物, 好像乳衣甘藍, 甚至乎, 在我來說, 我覺得有一樣不錯, 不知道會不會跟著很多人買, 小米, 小米也是鹼性食物, 對比起白米來說, 其實小米是, 如果真的買得產地好的話, 它是爆煲一層很香的, 還有, 令到我們身體的排毒能力, 也有加強的, 這是我自己的深深感受, 蔬菜方面, 也會吃多些鹼性的蔬菜, 某些蔬菜是酸性的, 例如? 菜心, 菜心是酸性的蔬菜? 是呀, 你是不是很喜歡吃蔬菜? 是呀, 當然, 反而, 因為很甜, 是呀, 其實, 現在來說, 不過是, 鹼性的蔬菜是比較硬, 例如西蘭花, 西蘭花, 芥蘭, 金蘭, 這些就是比較硬, 我想就要鹼, 還有看時間性, 還有,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 哎呀, 好像說飲食測試, 哈哈哈, 不過你說是全一個人的整體, 是呀, 知道多些, 鹼性食物, 還有, 加上, 我們最好可以找些有機的, 因為, 我們盡量希望, 有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針對, 但有機會好一點, 我不是買廣告, 而是因為我們的體質比較敏感, 沒有那麼多化學的東西, 會影響到我們, 鹼性的食物, 還有有機的食物, 是對我們會有幫助, 是, 我想問, 好像黃衣明那樣, 譬如說, 當然, 你是很希望照顧你的身體, 照顧得好, 是呀,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哇, 你比我更加好, 用這個能量方法, 由頭洗到腳, 後來慢慢就會覺得, 還是省一點啦, 是呀, 所以我知道你是自己, 對自己的健康, 是很想能夠有進步的, 是呀, 譬如說你的生活是, 因為你幾個月前, 開始復發的時候, 是呀, 很辛苦啦, 皮膚又差了, 各樣東西都差了, 那你, 除了用一下能量方法, 還有沒有飲食, 生活, 運動, 有沒有什麼應付它, 我都會, 早上去公園, 做運動, 其實我的生活都正常的, 是呀, 都不會到處去, 或者太刺激的東西, 我就不會吃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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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剛才小姐說, 我都會選擇一些有機的食物, 多一些, 是呀, 是呀, 明白, 那待會我們回來, 就可以說一下, 在生活上面, 就盡量去配合, 做運動, 那樣東西, 但實際上, 譬如在這個方法裡面, 可以幫到你的是什麼, 即是在這段時間, 你覺得仍然是維持, 你的皮膚是沒有那麼癢, 因為我們說, 不同的時候, 就用不同的武器, 這個, 當你發作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 不用鋰固醇的藥, 是用多一些, 但你覺得這個方法, 是不是停了在這裡, 還是有沒有, 仍然可以幫到你的皮膚, 沒有那麼癢, 都是舒緩, 其實都仍然痕癢, 但沒有那麼惡劣, 沒有那麼緊要, 只是舒緩到我現在的情況, 是呀, 我想問一下, 我知道, 你不僅只是在用方法, 我看到你還有用噴眼的, 噴霧, 還有一個好像是能量的, 噴鼻, 有噴鼻書, 有噴鼻書, 即是有噴鼻的, 是2號和1號, 1號和2號, 那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嘗試第三種噴霧, 是呀, 這就是活力噴霧, 待會回來我們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建議呢, 當然, 如果聽眾聽到我們說, 我們最近經常都說橄欖多酚, 橄欖多酚是什麼, 我相信透過這幾個星期, 你會比較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對他有興趣的話, 當然可以打電話問, 或者上我們節目重溫都可以, 但就算你的皮膚問題, 無論是濕疹, 很癢, 紅疹, 或者你經常有色斑, 甚至乎頭創各方面, 或者你對於皮膚, 選擇很難好, 很容易懶慾, 除了你有糖尿病, 你要看醫生之外, 可能有一些橄欖多酚成分的分子, 可能幫到你受, 如果你有興趣問的話, 可以打電話來, 1834104, 1834104, 1834104, 熱線電話, 1834104, 我可以跟我們聊聊天, 看看我們所介紹的, 是否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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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使用, 如何使用得更加好, 除了她之外, 當然有我的拍檔, 就是SDTL負責人, 這位執行董事, 就是謝小姐, Joliana, Joliana, 剛才我們聽到黃毅銘說, 她這幾個月, 又發作回紅藩囊創, 辛苦比錢多了很多, 本來她有2000年確診, 平靜了很久, 你知道我們說的免疫系統, 她會受很多因素影響, 我們沒有辦法治好她, 只能跟她共存, 不過很可惜, 她最近比較兇, 這幾個月比較兇, 所以她就要用藥, 而且我們要強調, 這個多分方法, 不是能夠代替藥, 對, 不是藥來的, 她只是透過一個小分子技術, 將一些抗氧化的物質, 放回我們身體, 你覺得她現在發作期, 她覺得舒緩, 但不是能夠做得最好的時間, 妳有什麼建議給妳? 我建議就是, 可以用我們的活力噴霧, 為什麼呢? 剛才我都說了, 我們能量方法, 最主要有很多多分的成分, 就封存在, 好像鹹那樣的地方, 要預水才會釋放出來, 出街是很方便的, 尤其是現在這麼熱, 我們又出汗, 汗又醃住, 如果我們的皮膚已經有裂紋, 它就已經直入我們了, 因為那些裂開了的地方, 是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推薦, 都可以用我們的活力噴霧,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多分的成分, 之餘, 還有一個平衡的機制, 令它裡面有些安樹提取物之餘, 安樹提取物, 還有植物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起到平衡的作用來的, 是的, 是的, 我們的皮膚, 整個身體也好, 最重要是平衡, 多也不行, 少也不行, 好像紅斑狼瘡, 或者是免疫系統的病, 最主要原因是, 我們身體自己的免疫系統出現了問題, 它不能夠調整到平衡, 所以它會打自己, 令它打自己, 所以我們一個平衡的機制, 在我們整個理念, SDTL理念就是, 我們人體必須要平衡, 不要多,不要少, 平衡的狀態是最好的, 所以噴那個是令到我們的皮膚, 是平衡的力, 都同時很快去清除我們的自由基, 所以剛才我們一直說的時候, 或者這幾星期說, 有關這個橄欖多酚, 就是怎樣去做一個抗氧化, 保護好我們皮膚的屏障, 不要讓外來的細菌, 或者一些活染物, 那麼容易進入我們的身體, 還有怎樣把自由基, 可以排走呢? 就是這個概念, 要大家對於皮膚, 或者你經常都說, 這個屏障很容易會有紅疹, 好像黃耳鳴那樣, 在那個免疫系統出現問題的時候, 經常都會皮膚很痠, 或者很紅, 或者它跟其他朋友的色單, 或者各方面的問題,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電話, 1834104, 1834104, 打通登記了, 就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橄欖成份的產品, 對你來說有沒有幫助呢? 幫助是怎樣用, 還有怎樣用是最好的, 譬如我見到阿蘇琳娜, 因為我見到黃耳鳴, 其實她也很乖, 我知道她不捨得, 我很明白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大公仔, 所以譬如說, 她現在只是用在臉上, 但譬如說, 黃耳鳴, 因為你有些地方特別癢, 會不會的?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皮膚? 會的, 譬如橄欖底, 臉上, 最重要是, 譬如我戴著口罩, 即是在很熱的環境, 環境裡面, 說話多, 我就會癢, 即是熱氣噴在臉上, 就會癢, 你會怎樣教她? 她有橄欖底, 或者臉是特別癢, 她用了幾年都知道, 用了六次, 把眼睛塗在手心, 慢慢用一點水, 釋放分子出來, 塗六次, 用來洗臉, 用來洗臉, 她已經用了這個方法, 你還有什麼, 覺得她應該可以在這段發作期幫助自己? 在這個期間, 我會提議, 用我們的活力噴毛, 尤其是我們戴口罩的時候, 現在很多人, 不要說本身有皮膚的問題, 就算沒有皮膚問題, 現在很多人都在口罩位, 有很多粒粒粒粒, 現在叫口罩肌, 口罩肌膚,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口罩之前, 噴了一次, 我們臉先, 尤其是我們戴口罩的位置, 我估計, 兩小時左右, 或一個小時左右, 就噴, 再噴一次, 因為它很自然, 可以令到我們本身噴出來的時候, 味道沒有那麼緊要之餘, 還可以清除到自由肌, 至少我們這個部分, 可以清除到自由肌, 會有幫助, 另外, 好像說, 褂褂褂底的部分, 亦都是噴, 噴我們的活力噴毛, 有幫助的, 噢, 這個我沒有想過, 我從來沒有試過, 噴面也經常會用, 因為我們出街, 真的不方便的能量方法, 帶著我們的噴毛, 對我來說, 很累, 實際上, 現在實際上, 太熱了, 還戴了口罩, 很辛苦, 人家休息也很辛苦, 噴到胸口, 是, 我想問一下, 其實它用的時候, 它是用完洗完臉之後, 它要馬上噴, 還是怎樣呢? 洗完涼, 用了能量方法, 還是它不需要那麼密的? 當洗完臉, 洗完涼, 用了能量方法之後, 就睡覺了, 如果還沒睡覺的話, 其實, 如果睡覺之前, 最好不要噴,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會精神了, 噢, 明白, 就算能量方法有時候, 我會聽到一些朋友說, 我用完之後精神了, 是因為你一工作, 它就精神了, 因為它要給你能量, 知道你要做事, 所以, 如果你睡覺的話, 用完能量方法, 洗完臉, 洗完臉, 就馬上睡覺, 如果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這樣就沒問題了, 因為我們真的要精神去做事的時候, 就噴臉, 噴我們需要的位置, 或者癢的位置, 最重要就是熬, 熬的時候熬熬熬熬, 但是力少要熬熬, 上下熬, 要醒它, 因為要激動它們的分子, 發揮它們的能量, 一定要熬熬, 熬完之後打開蓋, 噴我們需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黃耀明, 我希望她今天介紹這個方法給你, 或者叫我們其他聽眾的時候, 大概知道它是什麼叫多分, 鑑欖多分是什麼, 還有怎樣有效使用,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 能夠將免疫系統這個病, 能夠跟她說拜拜, 但希望她乖乖地, 自己要學習過, 使用這些副作品, 我自己的心情要保持一個好的狀態, 如果不好的話, 就多聽我的節目, 希望你會好一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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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會好一點, 好嗎? 下個禮拜, 我們會有一個Facebook Live, 到時可能我們也會有互動的方式, 讓觀眾開始直接, 下個關子 好, 下個關子, 好嗎? 多謝你,黃耀明, 很感謝你, 希望你身體更健康, 好,謝謝 還有病不要跟你搞那麼多, 不要需要你那麼久, 和平相處, 乖乖地 下個禮拜, 我們再見, 其他朋友, 如果有任何在有關皮膚方面的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大家, 看看他們的橄欖成份, 橄欖多分成份, 是不是可以幫到你們? 有很多不同的成份, 不同的產品, 希望有一樣能夠適合到大家, 記得號碼, 1834104, 有任何疑問, 說下, 他們的團隊同時會跟進, 一定, 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熱線電話, 134104, SDTL能量方塊, 查詢6378-7610 哎呀, 天氣變化這麼大, 弄得我的濕疹又出來了 用SDTL能量方塊吧 什麼來的? SDTL能量方塊, 全天然, 含橄欖多分, 和抗氧化成份, 幫助細胞修復, 潔淨之餘, 具有深層補水, 緊致肌膚, 美白淡班功效, 有助改善濕疹症狀, 上sdtlshop.com, 或打6378-7610, 了解多點, 力尖沙咀對溫商場, L1層, L103號鋪, 還可以親身試用, 那我快點去試一下吧, 還要這麼多, 打338-43暐淡 Morgen